未來如果說你要每個客戶做一個年曆 或者每一個 比如說你的底下的成員 每一個也都做一個個別性的行事曆 或者你 你自己不同的對象 不同部門也有不同的那個行事曆的話 那你可以快速的產生一個年曆 那這個產生之後 底下其實還可以再放資料 你可以再針對 那一天要做什麼事情 可以在自己再增加一個空白的 這個儲存格 然後放資料 不過前提是你要先把 這個行事曆怎麼做出來 第一個這個行事曆的話呢我現在只有第一天 比如說2018年的1月1號 那我要怎麼樣快速的可以 自動產生底下的 就是365天的所有的資料 裡面可能會需要 第一個 如何產生每個月的第一天 第二個 如何產生每個月的 底下的天數 但是底下的天數會有個問題 就是 不是每個月都是31天 所以呢像2月 那我怎麼知道是28天還是29天 所以變成說底下會產生一些 可能不需要增加像2月28 可能到3月1號 3月1號你不應該放下面 你應該放上面才對呀 所以怎麼辦呢 你必須把它刪掉 刪掉 不能用人工的方式刪 你要用公式來 完成 所以這一題 稍微比較複雜一點點 那怎麼樣做這些 這個年曆出來 可能前面會有些鋪陳 可能你需要知道的 函數有哪一些 第一個 各位可以看到 我把它稍微放大一下 第一個呢 各位可以看到 這邊的格式 常見的問題 第一 這個是2018年的1月1號 因為這個是美國人設計的嘛 所以他們基本上 一定以西元年為主 那可是在台灣 可能有一些時候會需要 類似像這樣的格式 我要顯示的話是什麼呢 是一個 中華民國力 然後呢 假設一般習慣是 斜線當成是年月日中間的 有沒有 分 這個分格符號 那我希望不要是斜線 我希望把它改成點 那再來的話就是說呢 後面的月 根治喔 如果是個位數字的話 我希望自動補零 有沒有發現 後面自動補零 那最後面的話呢 我甚至希望呢 這個格式裡面呢 自動幫我增加什麼 今天是 這個日期是禮拜幾 周幾 有沒有發現 那這個東西怎麼做出來了 這個其實是一個格式 所以特別主要你會發現 這個是裡面放的資料 它基本上還是用西元 那 它裡面外面看到的 是格式 這個格式怎麼做出來的 這個地方 該怎麼做 我們先切到前面的today好了 我們按部就班來看 那首先的話呢 要做出後面的東西之前 可能我們先鋪陳一下 大概你需要知道的相關的日期函數有哪一些 第一個 如果我想要知道 在today這邊結果下面 如果我想要知道今天的日期 有哪個函數可以做到呢 當然顧名思義嘛 插入函數的時候呢 找到那個 日期時間 日期時間裡面 請你往下拉拉 當然你可以找到today 對不對 顧名思義嘛 today 就是今天 那它會怎麼樣呢 幫你去抓你現在電腦的時間 放在哪裡呢 放在你指定的儲存格裡面 那需不需要引述 不需要 你直接按確定就可以了 OK 它會告訴你今天 2017年的 5月26 預設的格式一定是西元 一定是西元 而且中間加斜線 那第二個呢 如果說 除了說用today之外 順便講一下 你可以插入函數 另外還有一個函數 一樣在日期時間裡面有個什麼呢 有個NOT NOT OK有沒有看到 NOT 按確定 再按確定一下 你會發現 today跟now 奇怪 結果怎麼一模一樣 對 其實today跟now 兩個都可以 產生 今天的日期 但最大差別在哪裡呢 其實應該可以猜得到了 today 怎麼樣 只會 抓 日期 沒有 時間 now的話呢 是 它除了日期之外 還有 現在的 時間 所以 now 除了 年月日的訊息之外 還會多一個什麼 10分秒 OK 但是 today沒有 所以如果說你今天 假如說 除了要計算日期之外 還要計算 時間 那你可能要now 那 這邊的話怎麼知道 其實有個方法 你把這個 藍寬拉寬一下下 那 游標選擇剛剛產生的這兩個 結果按右鍵 出生格式呢 如果你把它改成什麼 日期裡面改時間 時間裡面呢 找到那個年月日 有10分 按確定 你會發現呢 在結果就不太一樣 有沒有發現 上面呢 today呢 一定是在 12點 凌晨12點 但是底下的 now呢 他會多出什麼 現在的時間 剛好11點 43分 OK 好 那這個地方的話是 today跟now 的不一樣 第一個 第二個呢 如果我今天希望 剛剛各位看到那個 綜合練習裡面 有這個格式 那如果說我今天呢 希望把today 的格式 變成 剛剛各位看到的 民國年 變 月更日變兩碼 然後後面加上什麼 星期周期的話 那做法怎麼做 1 請你把 我想 那我不要 除算格式 2的話呢 如果你要 變更什麼呢 變更成剛剛的格式 可能 這個是 格式的設定 第一個請你找到 日期裡面的那個 行事例類型 它是放在下方 有一個什麼 預設是犀利 把它改中華民國利 那這個地方點擊中華民國利 第二個的話呢 那怎麼做 還會剛剛好跟剛剛長的那個 一樣 那你選一個比較接近的 哪個比較接近呢 我習慣是選那個什麼 90 斜線 314 那可是他還是跟我們剛剛要的 是不一樣的東西 怎麼辦呢 請你按自定 先選一個接近的 再按自定 那其實自定 主要是針對什麼 如果你要的那個格式 它不存在 你可以找一個接近的來改 OK啊 所以那個 制定格式這個還蠻重要的 因為以後 你工作裡面剛好那個儲存的格式 不符合你要的 你可以切到制定 怎麼改 1 我們先把什麼呢 這個斜線 有沒有 把它刪掉 改成點 所以這邊的話 1 先把斜線刪掉 改成點 OK你會發現上面是變成什麼 它的格式就會 把那個分格符號變成點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如果說我今天希望 如果 月更日 假如說是個位數字自動補0的話 怎麼做 第二個 很簡單 你知道什麼 在M前面呢 再加上一個 加上一個什麼 加上一個M 就是MM D的話呢 記得加一個DD OK 這樣的話 其實MMDD意思是說 兩碼 OK 所以以後 它如果是個位數字自動會補0 好 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完成第二個要 第三個要什麼呢 後面呢 要加上什麼 加上那個 周極 那周極請你在那個 我們的分號前面 先加個小刮符 再移到什麼 移到前面 輸入什麼呢 在刮符裡面請你輸入三個字 叫做A A A 那你會發現 周極就出現了 按個確定 就我們要的格式 OK 按右鍵 儲存個格式 先選一個民國力 切到字定 A 那你想說 老師那如果我今天我不要周極 我想要星期幾個位 可以 你就再多個A 就星期幾 OK 這個動作應該OK吧 這個還蠻好用的 以後如果說有些格式 剛好你要的 並不存在的話 你可以 透過 修改 格式 達到你要的格式目的 OK 所以這部分的話呢 第一個 按確定之後 三個A是周極 四個A是星期幾 你按確定就 就會產生你要的結果 不過呢 就會有同學會問說 老師你為什麼知道那個 三個A 是周極 四個A 是星期幾 那這個 邏輯從哪邊來的 其實 跟各位講一下 你如果在旁邊按右鍵 儲存個格式 你切到什麼呢 日期裡面 日期裡面的話 一樣是切到西例 西例裡面 你可以往下找 西例裡面 就會有什麼 周極的訊息 周極在哪裡 往下 這邊有周極 那可是因為 我想要知道周極的格式 是怎麼樣 很簡單 你先點周極 然後再點什麼 下面不會有制定對不對 切到制定之後你會發現 制定裡面 就會有什麼 這樣的訊息 我們要的其實是 三個A 前面的中瓜糊 通常指的是語系 語系的話 通常這個404 應該理論上是指的是中文 中文 裡面的話 後面有三個A 那其實我們可以把那個三個A 先了解 三個A其實就周極 那可以把三個A 記下來 將來放在你要放的格式裡面 這樣就可以串接 你要的結果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 來源大概說明一下 當然還有很多啦 其實在 這個格式裡面還有很多 你可以用制定的方法 去大概知道一下 哪些格式可以套用上去 所以這第1個 套用格式的部分 那第2個的話呢 再來就是說 後面有個倒數計時 剩下幾天呢 比如說我今天假如是2020年的那個 奧運會 也許我是 我記得 我記得好像是2020年 是8月16 假設 假設是這一天 那個是應該是東京辦 奧運 所以你 這邊上面輸入 那個 2020年的8月16 假設這一天 那我怎麼知道呢 距離那個奧運那一天的有幾天 其實有個很簡單的方法 就是 你可以 你可以 等於 那一天 減掉 今天日期 也就是說呢 你可以從 未來日期減掉今天日期 那打勾之後的話 其實 他就會算出總共還剩下 1178天 那為什麼會可以可以得到 因為日期怎麼減日期 會是一個數字呢 特別注意喔 你可以在那個 日期格式按右鍵喔 你可以把它儲存格 一樣按右鍵儲存格 他預設的格式是 日期裡面年月日 不過你可以把它改為通用 按確定之後你會發現 基本上你改為通用喔 他就會變回原型 那這個原型喔 只要是日期格式 你通通都可以把它變成一個 通用格式 按確定 他就會是一個數字 那你想說這怎麼數字 這怎麼會是數字呢 日期不是應該是 有年有月有日嗎 其實在Excel裡面 他的邏輯是這樣 這個數字怎麼來的 基本上 這個數字的來源呢 根據官方說法 是 1900 他跟1900年的 1月1號 這一天 相比較之下 相差 幾天 OK 所以以1900年1月1號 當基準 那如果我說呢 月後面的日期 那個數字 相對的也就越大 OK可以可以 所以如果我把未來這一天 減掉這一天 一減不就是 就是他最後 剩下幾天了嗎 因為他是以19001月1號當基準 所以減完之後 那就會是一個 實際上 剩下的天數 所以 未來如果你要算天數 比較簡單 兩個日期相減 減完之後如果他是日期格式 請你把它改為通用就可以了 減完之後變成通用格式就OK了 但是呢其實 在算日期裡面最麻煩的 其實不是 算 幾天啦 應該是算 月份 因為月份不一定是30天 還有呢算年 年也不 一定是365天 因為有 潤年的問題 會多一天 那你就不能說全部都用365天 當成一年 也不能說30天 可能有31天 可能有28或29天 那這個地方的話當然 算天比較簡單 可是如果要算 年跟月 就比較麻煩 那怎麼辦 其實在Excel裡面 如果你會遇到 算年算月 這樣的問題的話 最簡單的方法 就是你一定要會用一個函數 叫Datif 這個Datif 它就可以幫你解決這個問題 你可以不需要知道說 兩個日期之間 什麼年跟月的 什麼什麼幾天啦 反正你就是 利用這個Datif 你告訴他需要的兩個日期 並且告訴他說 你要算什麼 算 年就是給他一個Y 月是M 日的話就D 給他一個相關的參數有沒有 YMD 那他會給你最後的結果 後面還有什麼YM 還有MD 那這是什麼意思呢 如果說你今天 假如除了要算你月日之外 還要算什麼呢 各位有沒有看到底下這個範例 他的生日 如果我今天希望呢 底下的這個年齡的部分要顯示什麼 這個人 到今天為止 他已經活了幾歲 N歲 所以你要先算出他 Y的部分 N個月 N要算出來 然後呢 又N天 哇 算這麼細 對不對 那如果說呢 你要做出這樣的結果 假如你不用Datif 說真的 還實在是非常難 你這時候可能要拿計算機出來 慢慢敲 而且還不見得正確 所以呢 要怎麼樣利用Datif做出來 那其中 這個Y呢 上面這個參數 基本上呢 就是取得什麼 取得他幾歲 那YM什麼意思呢 因為你Y算完了 剩下什麼呢 我要算月 那才有個YM YM意思就是說 不去管 剩下的年 之後 剩下的月有幾個月 OK YM的這個用意是這樣 那MD是什麼呢 MD剛好就是 剛剛底下講的 就是 剩下幾天 不去管年 也不去管月 因為都算完了 剩下來還有幾天 那利用這三個參數呢 我們可以把精確的日期算出來 這個要怎麼做 我想各位先試試看 剛剛那個綜合練習題裡面的 today 請各位試一下 我剛剛講的主要有 格式部分 怎麼樣把它格式化成 剛剛講的綜合練習這一個 第二個的話呢 就是 倒數日期 兩個相減 當然你可以格式化 不過格式化完之後 可能還要再把它改回來 改為什麼呢 改回我們要的日期 格式 這邊 那再來就切到Dedif 稍微了解一下 Dedif的使用方法 並且算出什麼 精確的 簽數 這裡的話 我想各位先試一下